大家好,我是大牛 小时候经常吃家里做了冰粉 今天我来分享一下传统冰粉的做法 做法非常简单 准备大概50克冰粉籽 一点石灰或者不含糊的牙膏 一个布袋 1000克200开 首先挤一点牙膏 大概跟平常刷牙用量差不多就可以 用200开划开打匀 打成卤白色 沉淀5分钟 取上面五文字四的水备用 准备一个容器装1000克凉开水 把冰粉籽装进布袋扎紧 浸泡2分钟 用手不停揉搓 传统冰粉用手直接完成 所以一定要把手洗干净 不停地揉搓 几十冰粉籽的姜叶 如初的时间可以根据自己需要的口感决定 时间越长冰粉越浓 大概在10分钟左右就可以 然后倒入牙膏水 边倒边搅拌 感觉筷子有点阻力即可 最后放进冰箱冷藏30分钟 这样传统冰粉就做好了 再加一点白糖和白醋 晶莹剔透 口感爽滑 非常适合夏天吃 随手做美食 美食随手做 更多美食 请点击视频下方关注 美食就在你身边 美食就在你身边 在这边 在这边 我们下期再见